好来看看这算不算也是一个随机伤人事件 地点是这个台北市内湖周子街路段 我们最近出现了这个台湾蓝雀空袭路人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蓝雀呢 它是保育类的动物 不过现在呢正是它的繁殖期 这个蓝雀妈妈要保护蓝雀宝宝 它的防御心特别强 像这一只蓝雀妈妈非常强悍 二十分钟之内 它攻击了六名路人 台北市内湖区周子街上行人走路 是什么驾驾 因为很有可能祸从天降 凶手就是树梢上的台湾蓝雀 因为领域性极强 不少民众惨遭攻击 就会一直走 是不会流血 听过很痛而已 前两天这边还蛮多人被鸟攻击 对 然后消防队都来了 因为它三到八月是凡子起 然后它本身的领域性也比较强一些 那可能因为人经过之后 警戒性比较强一些 附近也都张贴了公告 提醒用路人小心之鱼 也盼人鸟能够共存 记者 综合不动